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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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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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-Gaming的發展真的很重要 剛才我們看到以手機為主要 驅動了Digital Gaming這個行業更加發展 我們可以再看更多的資料 反映了2020年為例 在手機遊戲方面的增長 比起2019年有多誇張 都真的拋離主機很多 沒錯 25% 主機方面升幅21% 國人電腦方面 我想很少人現在對著PC打機 很少了 比較少 所以很少人已經去 例如Amazon或網店直接去買機 反而透過一些分銷渠道 做電子方面 直接在那裡買一些遊戲 來玩這個趨勢已經開始了